选战话题持续关注的还是台北市的选情 关心老人政策 台北市长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 他昨天特别到中正纪念堂这边 参与老人休记登高的活动 很多老人家就拉着他的手喊市长 而连胜文也特别提出了 新建日照中心的政策 而且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关注政策 他还把证件写在看板上争取曝光 谢谢您 谢谢您 好友长辈员起了大早 连胜文跟准备爬山去的老人家们握手寻求支持 把握机会握住每一双手 而面对高龄化社会 连胜文也提出政策让老人家放心 做市长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 势必要把高龄化也是长辈的照顾做好 在这个日照中心这边来讲 我们未来目标是一区一个日照中心 我们希望包括当然长期照顾中心 可能还必须要配合中央 但长照法的通过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一区一个日照中心 那当然我想这只是最基本的目标 因为一区区有的区域特别大 你比如说南港这个区域很大 或者是北投区很大 所以一个可能还不够 就怕大家只听口水看不见政策 继续团队还特别把政建 做成看板入影随形 来把我们的政策用这样的方法来 请大家至少不愿意报道 我至少可以照到这两个牌子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政策 希望选战回归政策握手倾听 让老人家看到愿景 比什么都重要 有黄秀敏 丁明杰 台湾报道